抽丝剥茧 论黑白 意高胆大 飘沧海 困顿无依 魂不拒 心思缜密 蝙蝠来 棺材盖一交到 楚留香 胡铁花和张三的手里 就大不相同了 六口棺材竟像是 真的变成了一艘青舟 破浪前行 金灵芝垂头坐在那儿 瞧了瞧自己 那一双春笋般的御手 已经变得又红又紫 掌心还生满了黄黄的水泡 瞧着瞧着 她的眼泪已经在眼睛里打串了 但是这罪本是她自己要受的 怨不得别人 有眼泪也只好往肚子里吞了 胡铁花仿佛并没有看她 嘴里却喃喃的说 女人呢 就是女人 她就跟男人不一样 至少啊 一双手比男人要嫩 所以女人 要是定要把自己看得跟男人一样 那就是自讨骨质 白脸忽然跳起来 瞪着胡铁花 沉声说 说话也是很费力气的 胡兄 怎么不留些力气滑奖啊 胡铁花淡淡一笑 根本不理她 白脸的脸反而有些红了 姗姗的转过身陪的小说 金姑娘 不要生气 有些人说的话 姑娘 你最好不要去听她 她这倒的确是一番好意 谁知金丁之反而瞪起的眼力声说 我要听谁的话 不要听谁的话 都和你没有半点关系 你多管什么闲事 白脸愣住了 脸红得像个茄子 简直恨不得就跳到海里去 鹰腕里干渴了两声 勉强笑着说 太阳太大了 又没有水喝 人难免就会烦躁的 心情都不会好的 不如还是盖起棺材盖来睡觉吧 有什么花疼 落之后再说 树柳香舔了舔 已将干得发裂的嘴唇收 不错 若是再撑下去 只怕连我都要倒下了 碰 金丁之第一个先把棺材上的盖子盖起来了 鹰腕里也拉着白脸躺下来说 不要盖得太紧 留些空头风 张三打了个哈欠 喃喃的说 哎呦 哎呀 现在要是有一杯 哎呦 冻透了的酸梅汤 哎呀 喝 哎呦 我就算把人都卖了也没关系 蝴蝶花也不禁舔着嘴唇笑着说 哎哎哎 别忘了啊 你已经给卖了啊 卖了一次了 张三瞪着眼说 哎呦 一次也是卖 两次也是卖 有了开头再卖 那不是方便吗 蝴蝶花叹了一口气 哎呦 哎呦 谢天谢地 幸亏你不是女的 躺在棺材里 可其实不如他们想象中的那么舒服 阳光虽然没有直接晒在他们的身上 但是烤起来更难受 蝴蝶花实在忍不住了 推开了棺材盖坐起来 这才发觉张三早已经坐起来 正打着赤膊 用脱鞋的衣服在扇着风 蝴蝶花笑着说 嘿嘿 原来你也受不了了 哎呦 不实在受不了嘞 我差点以为自己也变成了烤鱼了 蝴蝶花说 哼哼 烤人者自烤吃 你呀 鱼烤得太多了 你本该也尝尝被烤的滋味 他眼珠子一转说 哎 哎 老臭虫呢 只怕睡着了吧 嗯 除了死人之外 若说还有个活人也能在棺材里睡觉 嗯 这个人呐 就是老臭虫啊 张三说 不错 这个人呐 他就算躺在粪坑里 只怕也能睡得着 蝴蝶花向四下瞧了一眼 还是连陆地的影子都瞧不见 但是阳光总算已经弱了 张三忽然又说 哎呀 我刚才躺在棺材里呀 我想来想去 总有件事我就想不通 嗯 你说你说 让我来指教指教你 这个丁峰他们要杀我 都有道理 啊 可是他为什么要杀掉海阔天呢 这个海阔天不是他们一党的吗 蝴蝶花摸着鼻子 嗯 也许海阔天半月里 把他当成了女人 办了事了 哈哈哈哈 张三笑着说 放你的屁 这算什么话 这就是指教我呀 蝴蝶花也不禁笑了 哎哎哎哎哎 你这嘴要还不放干净点 小心 我把它当野狐 突听一个人说 这两张臭嘴夹在一起呀 简直比奋坑还臭 我怎么睡得着啊 蝴蝶香也坐起来了 蝴蝶花忍不住说 你看这个人的耳朵真比兔子还长 以后要骂他呀 留点神 蝴蝶香伸手 咬了一捧海水 浇在身上 乌人说 顶峰要杀海阔天 只有一个理由 什么理由 他们每年都有一次会期 接客送客 自然需要很多的船只 海阔天纵然已经被他们收买 但是总不如自己指挥方便 张三说 哎 不错 他们杀了海阔天 那么紫荆帮的几十条船 就都变成他们的了 向天飞是海阔天的生死之教 要杀海阔天 就得先杀向天飞 有道理 但是紫荆帮的活动范围只是在海上 他们的客人却大多是由内陆而来 要到海上 势必要经过长江 对 对的不错 要经过长江 就得要动用五威阳和云丛龙属下的船只 所以在杀海阔天之前 还得先杀了他们 蝴蝶花不懂啊 可是五威阳非但没死啊 而且还兼任了两帮的帮主了 哼 谁说五威阳没有死啊 那天不是 七年看到了 他们杀了云丛龙了吗 每个人是假的 小的 顶峰早已经杀了五威阳 再找一个和五威阳相似的人改办成他的模样 他接着又解释说 他们故意以五威阳的剑杀了那两个人 也正是要我们认为五威阳没有死 胡铁花摸着鼻子说 我还没有懂 没有懂 楚留乡说 那天在酒楼上 我们并没有看出五威阳是假的 因为我们和五威阳并不熟 但却有个人看出来了 谁 云丛龙 正因为他已经看出了五威阳是别人一容假冒的 所以他当时才会显得惊讶 胡铁花说 那可是 可是咱们没有看出来 那怎么会看出来呢 因为江湖中的传说并不假 这几年来 云丛龙的确已经和五威阳由仇敌变成了朋友 所以他才会遗书中吩咐将帮主之位传给五威阳 由此可见 他非但已和五威阳的交情不错 而且还信任有加 胡铁花又在摸鼻子了 哎呦 我这个越来越糊涂了 楚留乡说 云丛龙想必已经知道丁峰他们有杀他之心 所以才会预先留下了遗书 那两个死在线下的人的确本是云丛龙的属下 只因他已经和五威阳成为了好友 所以才令他们投入十二连环物 胡铁花说 那那你是说 五威阳本来是知道这件事的 不错 不错 所以那天在九楼上 那个五威阳指责他们是混入十二连环物 资产消息的 云丛龙就更判定他是假的了 你再说清楚点 就因为这几年来 云丛龙和五威阳时常相见 所以云丛龙一进去就已经发觉这个五威阳不一样了 因为云丛龙那是很难瞒得过熟人的 胡铁花说 美英万里的云丛龙全瞒过了你了 朱刘香笑了笑 那只因为他假扮得不是我们熟悉的人 而且又故意扮得怪模过样 他要是扮成你呀 我一眼就瞧出来了 胡铁花说 如此说来 这个云丛术喜飞根本就没有用啊 云丛术的用处 只不过是要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 令别人认不出道 他是并不可能使他变成另一个人的 张三突然说 可是我听说过一个人 从前有人 比如说就叫王二吧 王二扮成了李四 混入了李四的家里 把李四家里大大小小十几个人 全都骗过了 居然就没有一个人认得出来他是谁 朱刘香说 那是鬼话 你说这绝不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世上要真有这种事 那不是一荣术 是骗戏法了 胡铁花说 那个这个 这个云丛龙既然已经看出这个无恙是假的 这个把不说破呢 朱刘香说 因为那个时候 丁峰就在他的身边 他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机会 不过 怎么样 云丛龙是有别的法子暗示了我们 只可惜 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留意 什么法子 他故意用错成语 说出骨梗在喉 就是要我们知道 他的心里有件事是不吐不快的 只是无法吐出 这个 这个你说了 后来 他又故意把那个鱼眼抛出 摊到吴维扬的碟子里 也就是想让我们知道 那吴维扬 是鱼目混珠 是假的 蝴蝶花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 哎哟 哎哟 这个暗示 虽然巧妙 这太难懂了 楚留香笑了笑 哼 你要是很容易懂 就不算暗示了 他接着说 云丛龙既已经知道这个吴维扬是假的 所以在交手之前 他就已经知道 此去必无声骂 所以才会做出那些暗示 只要我们能明白 他的死呢 也总算多少有些代价 张三叹道 这就难怪他临出门的时候 会那样的悲愤和消沉 胡帖花也叹道 嗯 我本来就在奇怪啊 这云丛龙的武功本和吴维扬是相差无几啊 这个吴维扬怎么能一出手就杀了他呢 楚留香说 丁峰利用那一个武威扬杀了云丛龙 再让那武威扬接掌神龙帮 从此以后 凤伟神龙那两帮的属下 所有的臣子 他们都可以调度自如 长江上下游千里之外 也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张三叹了一口气 照这么说 这个丁峰还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这个一尸二鸟之计 实在是用的妙透 也很透了 楚留香沉浸着 我若猜得不错 丁峰只怕还没有这么高的手段 他的幕后想必还有一个更厉害 更可怕的人 蝴蝶花苦笑着说 无论这个人是谁啊 我们只怕永远看不到了 张三忽然又说 我还有件事 想不通 哪件事 既然连云从龙都认得出 那五为阳是假冒的 凤伟帮属下 跟他朝夕相处 已经多年 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这秘密起飞迟早 还是要被人砍破吗 楚留香说 你错了 五为阳为人严峻 执法如山 凤伟帮属下 对他不但爱戴 而且还有敬畏之心 谁敢正眼看他 对他逼世呢 张三想了想 哎 哎 还不错呀 本来说不通的事 被你这么一说吧 哎 他就完全合理了 楚留香也叹了一口气说 这件事的确是诡秘复杂 其中的关键 至少有七八个之多 只要有一点想不通 这件事的前后 就连不起来 蝴蝶花苦笑着说 哎呦 这种事 哎呦 不要说让我去想 就算让我再说一遍 哎呀 都困的 困的 实在是困的 他盯着楚留香说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你这个脑袋 这个构造跟 跟别人不一样吧 楚留香 是笑道 我本来也有几点想不通 刚才在棺材里想了很久 才点点滴滴的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给拼凑起来了 哦 那就是这棺材给你的灵机 这倒不讲 一个人若想找个地方来静静的思索一件事 哈哈 棺材倒是个好地方 啊 因为一个人 要是躺进了棺材 就会忽然觉得自己与红尘隔绝 变得心静如水 许多平时想不到的地方 这时候都想到了 许多平时已经忘了的事情 这时候也会一一的重现在你的眼前 张三笑着说 哎呦 这么说呀 这小胡就该整天躺在棺材里才对 啊 他呀 实在是喝的太多 想的太少 胡铁花瞪着一眼 皱着没说 我的确 的确 也有件事情 也没有想通 是不是那张图 不错 从云丛龙临此之前 郑重其事的把那张图偷偷的交给你 由此可见 这张图的关系毕竟很大 是不是 是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 但是 那张图上 却只画着一个蝙蝠 这蝙蝠 想必是个关键 其中的含义很深 那你想出来了吗 没有 他这个回答 的确干脆 干脆的很 胡铁花笑了 看样子 像是又想臭的两句 突然一个人说 那蝙蝠的意思我知道 说话的人是金灵芝 张三笑了笑 悄悄的说 他这个耳朵也挺长的 胡铁花说 女人的身生 就是有两样东西比男人长 其中一样那就是耳朵 张三说 还有一样呢 舌头 胡铁花说话的声音 故意压得很低 因为金灵芝 已经从棺材里边坐起来了 自从她给白蝎碰了个大钉子 胡铁花就好像对她客气多了 楚流香说 怎么 金姑娘知道那个图上的蝙蝠的含义吗 金灵芝点了点头 她眼睛红红的 像是偷偷的哭过 楚流香说 那蝙蝠是不是代表一个人 不是 代表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蝙蝠岛 那萧金窟所在之地 就叫做 蝙蝠岛 楚流香的眼睛亮了 如此说来 那些曲线 是代表海水 张三抢着说 对了 那个圆圈就是太阳 指示出蝙蝠岛的方向 胡铁花大喜说 如此说来 我们只要照着那个方向 就能找到蝙蝠岛 只要能够找到蝙蝠岛 这一切问题 不就解决了吗 金灵芝冷冷地说 只怕到了蝙蝠岛的时候 你的问题早就全都解决了 胡铁花说 什么意思这是 金灵芝闭着嘴不理她 楚流香说 人一死 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金库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金灵芝终于点了点头 上次我们出海之后 又走了五六天才到蝙蝠岛 现在我们就算是坐船 也至少还有三四天的行程 何况 说到这儿就没有再说下去 但是她的意思 大家 已经很明白了 花蝙蝡岛 这位 马蝙蝡岛 开始 凌wald 凌wald 说 顶